美英、日澳、四國海軍 在印度洋舉辦NPX-2021操演 美國太平洋艦隊19號收出四個航母 和各式戰機一致排開的大合照 十分撞寬 同一天也放出了美國兩艘奔海戰艦 和正在印太巡邑的德國海軍 巴弗利亞號巡航艦 在菲律賓海進行聯合操演的照片 顯示歐洲國家 加入美國等盟友支持自由開放印太的部署 面對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18號 接受《金融時報》專訪時點出 如何對抗北京的野心 將會是北約新戰略中重要的一環 他指出 我們可以預測的是中共的崛起 將會影響我們的安全 中共脅迫鄰國 看下他們在南海的行為 並且欺凌澳洲、加拿大、立陶宛、挪威等 行為不符合他們要求的國家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也在21、22號 在布魯塞爾的北約防長會議前夕 非抵喬治亞共和國等東歐國家 鼓勵他們加入北約 並在當地回應媒體表示 華府也正密切關注 對中共的軍事武器發展